他們有時候是Line啊 或是說臉書私訊去邀請他 他就還發訊說 嗨 妳好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其實電視台被他採訪過的同業 被他搭訪的幾乎 我相信 絕對 而且連主播都有很多 他的交友邀請我還放在那邊 放了一百年 他是用真材的方式 把人家找上來看這附近有沒有商旅 有很多事情到房間裡面談 我的天啊 昨天我們看到在節目上有討論 因為剛好昨天那個時間點 兩位朱哥都出事 一個是朱學恒 一個是朱凱翔 朱學恒的部分是因為這個 他搶吻台北市議員鍾佩軍 鍾佩軍在昨天下午召開了記者會說明 而另外一方面是雲林縣議員陳芳穎 他指控在一場聚會上 朱凱翔對他性騷擾 這個部分朱凱翔也發了道歉聲明 可是偏偏就在這個時候 我想說 怎麼了呢 我剛好節目一結束一看到 綠於名嘴張宇韶突然之間為10天前 也是有人指控他性騷擾的部分道歉了 怎麼就在這個時候刷起了存在感 而且事隔10天才發聲道歉 我們就看到他說沉潛了一陣子 必須坦然面對自己的問題 本人張宇韶在此對曾經因為我的語言 文字以及行為而感到不舒服或侵犯的人 我跟你們道歉對不起 對於媒體社群上對本人所有的批評及指教 本人都將虛心接受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是什麼時候的爆料 事實上這是之前一名民進黨的青年部的女工讀生 控訴張宇韶一直約他泡湯看夜景 同時呢 甚至好像還是有不斷的這個言語騷擾 當時的藝人雞排妹 大家都記得這一段吧 直接呢 有去留言問他說是你嗎 好 那張宇韶的回應呢 說公眾人物的言行 本應接受各種檢視審判 包括道德及法律 我早已有所體認 感謝所有的指證與關心我的朋友們 那所以是不是他呢 當時他這段話呢 頗耐人尋味 但是雞排妹鄭家純就直接翻譯給你聽 他說這段話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是公眾人物 所以才被放大檢視 我目前沒有要道歉 等你來告 謝謝給我面子 到現在都沒有把我名字抖出來的朋友 好 這是雞排妹當時幫他翻譯了 那不管沉積了10天之後 在昨天突然之間張宇韶呢 在臉書發了道歉的聲明 那這個時候我還在納悶說 為什麼突然在這個時候要跳出來刷存在感 只是因為看到這兩位評論員都出事了 所以他在瑟瑟發抖嗎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是因為周刊在今天爆料 要爆料了 就是禁周刊 而且禁周刊呢 還有他性騷擾的音檔都流出了 那裡面呢 當然包括張宇韶呢 被指控用各種方式對女生下手 其中呢 他針對一位住在中南部的A小姐 那他在這個張宇韶的臉書看到了爭才資訊 所以才主動詢問 兩個人呢 才聯繫上了 那這個時候聽說呢 因為加LINE了之後 這個張宇韶呢 就露出本性來了 裡面呢 包括提到了很多 什麼應該我也想要找個機會去中南部住一晚啦 讓你敬地主之宜啦 包括說 難得我也想跟你風花雪月一下 我比較希望有一天你能叫我親愛的 然後你也不用再叫我雨韶老師了 那諸如此類的啦 那講了很多 那甚至呢 還說他有女朋友 他只要打電話給女朋友之後就可以 跟他好好聊天 那麼甚至呢 還說 我好想抱抱你 諸如此類的 講的這些東西你知道 越聽會越不舒服 那最慘最慘的是 他得罪同業了 因為今天完全都被這個週刊點出來 他得罪了石板明夫 陳敏鳳 范世平 這些呢 全都被他公開 可以說是貶抑了一段 等會我會細細來看 不過先看到這邊啦 就是說 這個張雨潮接下來還要混嗎 其實這個 他最近是請假啦 因為他最後一次應該就是在 他被點名那個公讀生 就是爆料他的當天 當天他有上節目 然後隔天以後好像就沒了 就暫時消失 對 那今天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其實昨天他發這個文喔 我就聽說就是因為有週刊要再爆料 是嗎 對 所以他才去再發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在這個週刊工作嘛 那週刊就是在這個報導出來的 初刊前 像這個 我們會有兩個時段 一個是上個禮拜五解稿 一個是星期一解稿 所以呢 昨天星期一 那星期一解稿的大概就在下午五點以前會問當事人 所以你看他的那個聲明發在幾點 差不多就是我節目結束之後 對 所以他基本上應該是兩三點左右就應該先打了啦 那打完之後呢 他自己發現 既然明天會被爆 那不如我先把這個預防針打起來 把這個道歉啟示 否則沒有必要再發一次啊 因為他之前已經發了一小篇 而且我聽到的版本還是 他那一小篇還是請教了一位 這個綠營的政治人物寫出來的 然後那位綠營政治人物呢 這一波也中強 所以也算是很有經驗 好 那總之呢 這個張雨韶他今天這個爆料出來的時候呢 馬上就有我們以前的新聞同業 這個就傳訊息來了 他說這個伯基哥可以幫我爆個料嗎 他說呢以前他們約張雨潮 因為有時候會訪問 就是他們都會問一些時事的回應啊 或什麼的時候 有一次呢張雨潮失了約 就是他沒有到 就是說跟大家已經講好了 放歌子 然後呢晚上還去跟這些同業 比如說因為他們有時候是Line啊 或是說臉書私訊去邀請他 他就還發訊說嗨 你好 然後就開始就是 就是去搭散這樣子 搭散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其實電視台被他採訪過的同業 被他搭散的幾乎百分百 我相信 絕對 而且連主播都有很多 他的交友邀請我還放在那邊 放了一百年 對 非常多 而且呢他是一個 比如說跟他有過互動 比如說你是為了採訪跟他互動 我跟他零互動 對 我說跟他採訪互動的 就是因為會交換Line啊或什麼的 那他就會開始透過臉書啊 透過這個社群軟體 跟你開始搭散 這是表示你們已經認識了 還有這樣的方式 那如果不認識的 就像周刊裡面他的套路就是 一開始先加好友 然後再來呢就丟一篇 他的這個專欄的文章 然後說我是這個專欄作家某某某 或是什麼就弄個頭銜 然後我的這個專長是什麼什麼 然後就開始說 你好長得很漂亮 我們可以做個朋友嗎 類似這樣的套路 他的套路都一樣 那只是說今天這個影片出來 我覺得最匪夷所思的是說 他那個看起來是 我看了那個週刊報導影片 他是用類似真材的方式 真材我剛剛有講 他是用真材的方式 把人家找上來 結果居然就要人家去什麼 看這附近有沒有商旅 然後呢 住一晚 對要住一晚什麼 有很多事情到房間裡面談 我的天啊 這個去應徵的人聽到這一段 還不嚇跑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錄音的人很聰明 錄音的人很聰明 就是他可能過去有過面試 被騷擾經驗 所以他每一次面試 可能都會全程錄音 我在想可能是有過不好的經驗 否則一般你去面試 不太可能現場就把手機 就是把它錄起來 你不會想到自保這一招啦 除非我們用一個比較正能量的想法 就是說他那個人想要每一次的 那個面試的經驗都把它錄起來 然後呢 每次重複播聽 然後看自己的表現怎麼樣 然後可以再精進自己的這個表現 比如說 如果長官問我什麼 我可以怎麼回答 回去可以做檢討 如果是這樣他就用功了 可是這個剛好就錄到了一段 就是他等於是騷擾邀約的 這樣的一個對話 我覺得這個確實 某種程度上在語言的騷擾上面 是已經成立的 這個絕對成立 因為你沒事把人家邀去開房間 這本身我覺得非常不合邏輯 那加上其實你看 他一被戳破的女生一拒絕 哎呀那個女生就在外面 就是要這樣子就保護自己 馬上那個變成道貌岸然 我是覺得其實他被爆我們都不意外 那之前那個新年部工讀生的事情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錄影當中 就有人只要你知道那時候這一篇文章還沒有點名 他只說一個姓張嘛 然後就案外人姓張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那個傳那個密語 那時候我還看不太懂 什麼張瑜韶 唸一下 張瑜韶啦 對 那當然我覺得像這種事情 其實你身為公眾人物 我其實我在這邊我都是覺得 像張瑜韶先生 雖然我以後也不可能跟他同臺 但是我會建議他去看個心理醫師 或是看看身心科 而且看過很多醫師了 真假的 不要 你不要洩漏人家個資 有一次朋友去醫院探病 剛好不好打 他可能看感冒 看別的 對啊 那因為我會覺得他 看感冒 他感覺起來是有一點這個 就是看到誰都要打散 對 我覺得 對 就是他好像一天不打散 一天就沒有辦法過得很開心 或是說他這種會去 在別人面前講別人壞話這樣的 我覺得就是自己要去學習 因為已經是公眾人物 而且老實說他在 其實你去看他的這個臉書 他這篇道歉文的下面 很多人幫他加油 對 我沒有去看 對 他的粉絲很多 很多人幫他加油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朱玄恒或是朱凱翔臉書下面有那麼多人幫他加油嗎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們不會去加油 因為我覺得他們 做錯事啊 對 做錯事要自己負責 我們就是告訴他們說你們做錯了 你們要把這個責任扛起來 對 那當然我不知道他昨天這個預防針是不是期待有一天可以有朝一日這個重出江湖 因為他現在是暫時休息的狀態 那會不會他其實只是一個套路就是他希望能夠重回這個圈子 那我們就祝福他啦 至少你要改掉這些習慣 那當然他目前沒有所謂的 可是如果以綠營的標準來說他要重出江湖也不難吧 以目前看到那麼多加油的那個聲量來講也很有可能他會重出江湖 因為接下來就會可能他的粉絲們 這個我們不管真的假的 但是可能就會跑去節目單位說 張雨潮老師講的那麼好 你們怎麼都不邀請他 然後不斷的這樣子的方式 但我覺得那個標準要拉出來啦 就是比如說我上個禮拜自己我自己說了 我不會再跟有性平正義的人 那當今天朱凱翔重見落馬的時候 我只能跟他說道歉 我跟他說抱歉不好意思 我就未來沒有辦法去參加你的節目 那我就必須要講清楚啦 那你今天張雨潮再被爆 這個其實上禮拜我聲明年就包括他了啦 那只是既然你今天這個有被點名出來 你的聲明是一視同仁啦 對對對就是說今天是所有被發生的 但曉信如果未來有性平正義 我也沒辦法跟他同台 我相信不會有啦 應該沒有 所以我是講說 當我們今天自己立了一個標準 那就得要做到啦 那如果有一天就是沒有人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很抱歉那我就退出這個圈子 沒有關係 我是因為別人 不是我標準開帶稿了 沒有我是開玩笑 當然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負責任的把自己以前的行為說清楚講明白 因為這真的不是只有這個週刊報導的內容而已 因為我光今天就有至少兩三個都來跟我投訴說 曾經被張雨潮搭訕 你知道太多了 會嗎 我說是不是 我覺得我知道了應該還只有十分之一不到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公眾人物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而且盡量要自律 就好比說 最近我都一直在思考說 到底我會被爆什麼料 除了吃那個花雕雞泡麵以外 那 目前看起來應該還好吧 我覺得也許 有一天我可能什麼亂丟垃圾啊 或是什麼 違規停車這種可能會被再爆出來 但是至少我相信 我啊我啊 我的人生最大的錯誤 違規停車 你不用了 你已經被爆完了 但是我是說像這種 早上去性騷擾 沒有我亂講的 其實像這種姓平的這種議題 我真的覺得就是公眾人物要特別自律啦 這個你沒有辦法 因為尤其是很多時候都是 我們講過去古代有那個有一句話嘛 君子慎毒啦 就是你跟人家獨處的時候要特別謹慎 因為當不管今天你有沒有這個這個騷擾人家的意圖 另外一方就對方當他們覺得不舒服 或是覺得心裡面有傷痛的時候 有一天講出來的時候 對彼此都不好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要做到完全的尊重 那至於張雨潮就讓他好好的負起他的這個責任 字幕提供 我們就在那裡 我們就不想要留見 如果有人情報 我們就能 Afghan衛織的 isma日子 有關 我們就不容易